万荣乡立图书馆106年获得借阅量和绩效综合评比前三名就后 再接再厉结合学校推广阅读运动 去年度乡图的借阅率要升全线之冠 不过乡图年久失修环境空间不服使用 乡公所为此特别向上争取 获得县政府100万元的经费要重新整修改善 乡长古明光表示 预计最快11月中旬就可以完工对外开放 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上图书馆来借书 这位在万荣乡行政中心的乡立图书馆大楼外墙被硬架包围 施工人员忙着整修外墙门面 希望能赶在下个月完工 现在改善的门面是希望让能够读者 阅读者有心读书的人进到我们的室内 就有一个想要读书的氛围 所以我们重新去改造 因为过去会有漏雨漏水 还有老旧 所以我们都太幻幻心 旺荣乡立图书馆在106年 获得借月亮和基校综合评比前三名之后 乡图在节在立 用心经营管理 尤其也结合了学校推广阅读运动 去年度乡图的借月亮飙升 夺下全县第一名的宝座 地方予有荣烟 然而乡公所烦恼 乡图年久失修 屋顶天花板漏水不说 幻境阅读空间老旧不复实用 让乡亲民众网至却步 因此乡公所近年积极争取整段改善 让大家更爱上图书馆 感谢新政府补助我们一百多万的金会 后面又追加三十万 因为感谢我们外农乡公所 我们的图书馆这样的善用跟经营 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 虽然一开始招标作业受阻 不过乡公所积极沟通一亿克服 使得工程顺利进行 乡长谷明光说 目前工程都已经接近尾声 若没有问题预计将在11月中旬完工 届时乡公所也将盛大办理落成启用 提供乡亲民众一个安全舒适的阅读空间 记者十一玉兰 万荣采访报道